因為太累了 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QA時間 今天我現在來回答你們一個也是蠻多人問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他在問說到底該怎麼提升步伏這件事情呢 那提升步伏呢 其實有幾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第一個呢就是你的步驅到底夠不夠大這件事情 步驅就是最直接影響步伏的第一個關鍵 那什麼是步驅呢 腳抬得多高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最直接影響你的步伏大不大這件事情 怎麼說呢 我們的腳如果抬起來的高度 只有到小腿的高度 那小腿高度你往前傾的時候 步驅可能像只有這樣子的角度 那當你腳抬得越高 超過膝蓋的時候再往前傾 步驅就會變得越大 所以腳抬的高度 其實是會直接的影響 步伏長度的這件事情 但腳抬的高度這件事情呢 他會自己因為速度的改變 不用刻意的控制他 怎麼說呢 如果你慢跑的時候 你腳就是只有到腳踝的高度 為什麼就是到腳踝的高度呢 因為你速度很慢 沒有人慢跑的時候這樣跑 因為太累了 所以慢跑的時候 腳的高度只有到腳踝的高度 它是因為你現在的速度來改變 但也沒有人在衝刺的時候 腳是這樣跑 因為你的步伏很短 衝刺根本速度不夠快 所以腳抬的多高這件事情 會因為你的速度而改變 但你可以主動的來控制它 該怎麼控制它呢 當你的身體重心前傾角度變大了 你的腳的高度就會自然變遠 怎麼說 我如果身體的角度只前傾一點點 朝地只有這樣 但我身體前傾多一點 我的步驅就變長了 這個時候 身體前傾的角度 會直接影響你的步伏長度 所以身體前傾的角度 是第一個可以影響你步伏的關鍵 再來提升步伏的第二個關鍵呢 就是增加你的肌力 當你肌力不夠好的情況下 你的步伏太大的情況 會導致你跑步到後段的時候 因為腳跑不動了 支撐不足了 導致你在後面步驅會越來越小 就是越跑越小步 因為當你腳越來越沒力的時候 腳就沒辦法支撐很大步 這個時候你的步驅就會被縮短 所以要提升你步伏的第二個關鍵就是 增加你的肌力 讓你的腳肌力越強壯的情況下 它的支撐時間越久 相對你的步驅長度可以維持比較大的時間 就會變長 好那我們來總結一下 步伏長不長 步驅大不大 真的是一個很關鍵的要助嗎 我個人覺得它不是最重要的點 怎麼說呢 因為當你步驅很大的情況下 頻率不夠快 你的速度還是沒有辦法提升 那當你步驅很大的情況下 跑到後面會因為你的肌力不足 越來越小步 這個時候你頻率原本就不夠快 步驅又變小 速度就會縮減很多 所以影響你跑得快不快的事情 絕對不會因為你的步伏而改變 但你可以因為今天這兩個訓練步伏的關鍵 來提升你的步驅長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喜歡影片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